另外台东的警方 则是接获辖区内的银行通报 有民众仪式遭到诈骗 需要派员协助 警方到场了解之后 原来是陈姓妇人 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 自称是德国籍的石油大亨男子 两人因此交谈甚欢 男子表示要将赚来的250万 给陈女过好日子 但是陈女需要汇款30万的手续费 才能够收到现金 最后在警方的劝说之下 女子才察觉自己遭到诈骗 所幸没有将自己辛苦存的积蓄汇出 原警了解夫人手机通讯对话内容 向夫人表示担心是诈骗 由于日前夫人前往银行 想要汇款30万元 但银行人员担心夫人遭诈骗 因此通报警方 宝丧派出所远警到场后了解案情 原来陈姓妇人在网络上认识一名 自称德国籍石油大亨的男子 两人交谈甚欢 而男子表示要将赚的250万元 给陈女过好日子 但需先汇款30万元手续费 才能收到现金 而最后在警方劝说之后 女子察觉自己遭诈骗 索性未将辛苦存的积蓄汇出 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到诈骗 该男子 但电话的一方无人接听 所以委婉向他说明 这是假交友的诈骗手法 该你才察觉自己遭到诈骗 才停止汇款 台东分局表示 年关将近要慎防遭诈骗 因此警方除了会到辖区 各金融机构加强巡手 也会对银行及民众 进行诈骗预防宣导 呼吁民众遇到可疑情形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也能拨打110报警处理 多一分求证 少一分损失 这讲解台东时报道